如何踩在运动双汇的风头浪尖 如何掌握经典品牌的私立往事 如何锻造淘鞋买鞋的火眼金睛 吴才说 我说 你听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吴才先生 刚才看到有人留言跟我讲说 希望我能推荐一双鞋子来送给他女朋友 他这么一说 让我想起来 之前其实一直陆陆续续的有人问我 是讲说 送给你朋友一双Air Jordan的乔丹子篮球鞋 到底送哪一双比较好呢 其实我觉得总有个人来讲 不管送哪一双 都很有个人色彩 主观色彩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与其推荐你一双鞋 不如在我个人的经验和角度来说 告诉你如何选一双 比较适合女生穿的蓝球鞋 OK 那首先呢 选鞋之前呢 一定要有四个注意事项 第一点呢 就是一个鞋子的OG不OG 就是original 原版不原版不重要 OK 它外观比较重要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其实很多蓝球鞋 如果你懂鞋 或者你懂Air Jordan的话 你知道 OG的鞋子往往会比较贵 OK价格 但是比较贵 它曝光率比较高 对我们男生来说 非常想拿到的那种鞋 对于女生来说 他真的不懂那么多 他也不觉得OG的版本 就一定好看 很简单的例子 最近被吵得一塌糊涂的 Band进一块 包括在早几个月初的 12代的Floogame病导 黑红黑色 真的很好看吗 OK 你如果女朋友不是打球的话 你拿这个鞋子 是不是真的好看吗 他绝对是否认的 所以OG不OG真的不重要 因为你买一双OG的鞋子 很贵 费了老大的劲 但是人不领情 人家可能喜欢上一个 不OG的鞋子 或者是买OG的时候 要考虑一下 这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就是它的舒适性 和科技运用不重要 外观最重要 可能有人会觉得说 哇塞 这个鞋子第一次使用了气垫 OK 这个鞋子的皮子 tumbo leather 非常高级 OK 这双鞋子透气很好 或者是 或者怎样怎样怎样 你再讲这么多科技运用 或者你还讲很多故事 比如乔丹 哇那一年三十多度 四十度发烧 拿了三十多分 好牛逼 这双鞋真的很厉害 所以这个讲这么多 真的没有用 舒适性 可能真的不那么重要 因为其实说白了 一双篮球鞋 再怎么舒适 也不如光着脚舒适 OK 所以就不要讲这么多东西给他了 也比如说是毛岁自荐 拿着自己买的鞋 给他抢一堆 女生真的不关心 女生关心什么呢 外观 OK 所以外观最重要 第二点 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新旧不重要 什么叫新旧不重要 就是说可能一双鞋子刚刚发售 OK 它是最新的 或者一双鞋子 可能今天发售 我今天就抢来 送给你 对于我来说 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但对于女生来说 很多女生 她真的不关心 乔丹鞋子的发行日期 所以你与其去抢一个 非常新的鞋子 不如从已经发行过 能买到鞋子里面 认真去找一个比较好的鞋子 因为可能对于女生来讲 新出的小羊皮 或者新出的什么气垫 新出的香水的味道 它们会很敏感 OK 但是对于球鞋 它们真的很不敏感 你完全没有必要去排队 或者去怎样怎样 去抢一双最新的鞋子送给他们 好看就OK了 所以还是那句话 好看最重要 那说到这么多 那怎样的鞋子 算是一双好看的鞋子呢 以我个人的参考标准 可以借给你来参考一下 当然了 如果我的观众里 如果有女生的话 你们如果听我的评测 又觉得有什么意见 或者需要补充的话 在下面留言回复 给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觉得第一点的话 就是你的颜色 一定要选择纯色 OK 颜色不要太复杂 更不要说是很壮色 很朋克 很hip hop 很嘻哈的那种配色 可能有些女生 会喜欢那样的配色 如果她那一挂的人的话 但如果她不是那一挂的话 你给她 选那样配色 绝对不会被人接受的 OK 那女生可能比较接受的话 是纯色单色 或者最多两种颜色 就OK了 一个鞋子上 如果三种颜色的话 就很夸张了 OK 所以呢 如果选颜色的话 配色不要太丰富 OK 两种颜色 打到顶了 OK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如果你说纯色的话 其实也分很多种啊 粉色啊 紫色啊 一堆 OK 那到底哪个纯色会比较好呢 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 黑白色 OK 你尽量选择黑白色 因为黑白色很安全啊 再一个的话 女生选鞋的话 其实黑白色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先腿长 OK 如果你的鞋身是黑色的话 你的中比一定要是白色 这样她会选女生的腿比较长 女生会往往比较喜欢这样的颜色 当然你不要选全黑啦 像一双穿了很久的脏鞋一样 这样很不好 OK 大多数时候 除了鞋身黑 中比白之外 大多数时候你还是要选鞋身白的 OK 你可以鞋身上有一些粉色啊 或者北卡兰 樱花粉啊 情人节啊 或者怎样的 可以有些其他颜色的点缀 OK 但是呢 尽量不要把球鞋的主色调定成红色 粉色蓝色这样这样 这样会显得很很夸张 很诡异啊 如果一个鞋子的颜色这样 所以呢 白色是比较安全的颜色 如果你一定要选择黑色的话 就选择黑色 黑色鞋子 白色中比这样会时下也比较流行 再一个 可能有一些鞋子比较安全 这鞋子比较危险了 经过我的经验 我觉得可能乔丹的期待 会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配色 比较安全的袋鼠啊 可能很多人喜欢觉得 从男生的角度来讲 OK 12代或者是13代啊 或者是哪一代会比较火啊 因为这确实是我们心目中的经典的乔丹的那一代的鞋款 但是我跟你讲 千万不要选那种12代13代 或者怎样怎样 那一代的那种外观设计不对称的 你知道吗 比如说病倒12代就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设计 虽然它来源是高音鞋 OK 包括13代的熊猫 它那个鞋底的那个长得波浪型 很难看啊 我从审美的角度上来讲 OK 那可能11代的话相对对称一点那样的鞋型 会显得比较被人容易被人接受很多 所以呢 选外观的话 就这样选相对对称一点 OK 然后呢 漆皮的用料不要太多 因为用料一多的话就会显得很繁琐 不简约 OK 跟第一点其实是 在精神上有非常贯通的时候 最后的最后一点给你们建议呢 就尽量不要买高帮啊 虽然跑来的鞋大部分其实原版都是高帮的 但是呢 还是那句话 女生是喜欢嫌最长的 所以 你如果选择高帮的鞋子的话 如果那个妹子腿又不是很长的话 我跟你讲 绝对不会被穿出去的 OK 所以呢 第一帮会比较安全 接着舒适度和透机晶的角度上来说 第一帮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OK 以上就是我给你们收的建议啊 但是 如果让我一句话总结的话 我建议你啊 如果有钱的话 别买篮球鞋送女生 OK 你不如买一双高跟鞋 或者买个化妆品 这的女生不缺篮球鞋 不需要篮球鞋 如果她不是一个懂篮球的人 她也不是一个 现在乔丹科比江泽斯的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话 你送她一双篮球鞋 真的是爆甜甜 我没有必要的 OK 你自己喜欢自己喜欢你好了 没必要强加一个送给你朋友 或者说哪怕你买个情侣鞋 它都可以接受的 OK 如果你单单只买一双鞋送女生的话 No OK 不要买篮球鞋送女生 所以呢 这个时候给你的建议 希望对你个帮助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跟我交流的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 乌才先生跟我互动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 拜拜